很多孩子失去自己和母亲 透过影片了解俄乌战争 也让施莱阳和安邦慈激那名学校孩子们 珍惜眼前的安稳生活 我们很幸运我们有食物 他们没有吃饭 他们也没有家庭 有些人会失去家庭 因为战争 我感到很可怜 因为很多老人 很多孩子 有些孕生的女孩 因为这些孩子们都在困难 我希望他们都会安全 今天的活动是教学生 他们有多幸运 他们有多幸运 所以我们想在学生的感受 所以我希望他们真的感受 他们有所用 在老师的带动下 学生们捐出零用钱 要帮助乌克兰难民 我并不想他们饿命 我希望他们持有所作的 就让他们想吃 把他们感受到尽管 到尽管他受伤 quem 也都不担心 他们需要助便 其他人的福音 他们需要带助美兰 他们辅导 他们的生活 孩子们 这是为啥 我们要付到钱 到他们 你知道他们难受吗? 我愿意 是的 你愿意 让他们感受到 我们必须助理 大家 对 如果有事發生 一旦走过来 就不会被拒绝了 所以从这里就知道 生命的值得 最重要是不是他的那个钱 是启发他的善念 他那种有同理心 有慈悲心 以祈祷歌声传递祝福 希望汇聚更多正能量 让战争早日平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